我们现在在买车的时候 除了考量汽车的零整笔 发动机技术 底盘 性能和外观以外 保值率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以后想要换新车 可以把现有的车型卖了 如果保值率很高的车 说不定会卖出你想象不到的高价 但是一旦买到保值率很低的车 几年之后的价格就会低到让你欲哭无泪 那你知道哪几款车的保值率低吗 看了一看 看了后就别去买了 一沃尔沃S40L 沃尔沃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特别是在汽车安全性能上非常有优势 为什么保值率会这么低呢 首先是销量问题 这款车是一辆B级车 起售价20万 在同级平台里价格真的很高 很多人不愿意买 卖不出去 自然在二手市场上也几乎没有这款车型 保值率就很低 而且二手车价值最高也就7万多 还要看公里数 磨损程度等参数 保养不好的可能还卖不到这个价格 二雪佛兰卖瑞宝 雪佛兰在最开始进入国内市场时 很受欢迎 现在已经走入了汽车尾端 销售量很低 售价16万起 作为高级定位的车 这个价格真的不忍之事 新车价格都不高 还谈何保值率高呢 这款车也存在质量问题 开久了 发动机会有异响和抖动 还有其他毛病接踵而至 再便宜也不敢买 三 那只结大七 这款车来自宝岛台湾 是一款名副其实的油老虎 百公里油耗高达16个 养它真的要花费太多钱 其次是汽车质量问题 让它保值率变得很低 谁也不会去二手市场 请个油老虎回去吧 四 奇亚K5 韩系车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结实 加上现在韩系车 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 生存都成问题 保值率就更不用提了 而且奇亚K5太噪声大 天窗异响 零件脱落等问题层出不穷 买过的车主都叫苦不迭 小编再次也提醒各位车主 买车前一定要详细了解 异象车型尽量买保值率高的品牌